大家好,我是港珠 這次的英國新聞和大家說的 對於所有在英國開車的朋友 都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車保的保費上升得很快 過去這兩三年,可以說是砰砰的 港珠自己的經驗 可以由500磅,第二年變成700多磅 第三年變成1000磅,很誇張 這個問題,英國政府都注視到 所以最新的公佈是政府決定進行調查 看看為何車保公司可以收這麼貴的保費 今集和大家說,車保的價錢升得很誇張 為何保險公司會說他們要加這麼多保費 另外,這些加幅是否合理呢?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些消費者權益的機構說是不對的 近大保險公司說有原因有苦衷的 今集和大家看看,究竟這個是誰是誰非 誰對誰錯? 如果各位在過去兩年兩三年 都深受這個加保費之苦的話 歡迎下面留言分享下你的經驗 開始之前買過廣告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鈴,這個新片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根據英國金融監管機構 根據英國金融監管機構 FINICAL CONDUCT AUTHORITY 他們的數字顯示 原來由2022年6月兩年前開始 到現在,平均保費的加幅 達到21.8% 即是升了兩成以上 但這並不是最低的估算 因為根據英國的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ance 英國的亦做保險業聯會 原來在過去兩年 實際上的加幅應該達到48.8% 即是差不多一半升了 平均來說,每年的保費 由大約470磅升到622磅 這就是所有車的平均計算出來的 400多升到600多還不是升了一半嗎? 而且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比較英國的同期升幅 是冠絕了大部分類似的歐洲國家 例如法國、德國等 這可以說是歐洲的冠軍 你拿不到足球的歐洲冠軍等等 但竟然是可以拿到保費升幅的冠軍 難怪政府也要出手 近來很多人形容為 什麼事都管什麼都管的一個政府 他終於決定前幾天公佈 會決定調查 成立一個行動小組 去調查一下 究竟車保的加幅在過去兩年 是否合理 成員包括什麼人呢? 這個小組內有業界代表 即是證方 贊成要加福 另外也是有消費者權益的機構 這個可能就是反方 另外還有一些監管機構 有幾個不同方面的人 一起會做 當然還有官方代表 交通大臣會參與 另外財政部的也會有人參與 變相 多方的會議 多方一起去研究 發生了什麼事 以及怎樣找一個方法去控制 這些成本 我覺得很全面的 這個小組 例如消費者權益機構 Witch會有 另外一些普通市民 可以拿法律的諮詢意見 Citizen Advice 會有 另外Compared Market 這些格價網站 又會有 剛才說的保險業聯會 又有參與 所以可以說 是反映了很多不同的成員 不會是一言堂 或是側向一邊的調查小組 與此同時 原來剛才說的金融監管機構 FCA 他們是已經開始了 另外一個 他們自己進行做的獨立調查 就和政府這個無關的 他們針對的是一件事 就是 好了 不只是說車保 車保保費 但他們說 因為如果大家想著 按月的逐個月去給 而不是一年一次過 給一個年費的保費 結果大家整體上加密砂 是會交多了保費 因為當中 變相等於你問他借錢 然後月供 而這個FCA 現在要調查的就是 當中你變相 因為你好像借錢 那樣 你要還錢 所以有利息 這個利息 太過難了 所以他們要調查一下 會不會是overcharge 會不會收得過分地貴 這個月供車保的額外的Premium 是否合理 所以似乎就是 那些汽車保險公司 大難來了 不知道這個調查 會不會有什麼法律效力 但是如果真的發出一些東西 是說原來車保公司太離譜 現在洋出來 只是面子 公關都輸了 當然 業界就有他們的說法 他說 有原因的 其實我不想的 我是無辜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看看他們的一些說法 第一個理由 就是萬能key 一定說得對的 就是通脹 大家知道過去兩年通脹很厲害 剛剛才下跌過兩個百分點 但是過去兩年 高到接近兩位數 又有 700%都維持了很久 他們就說 很自然 人工又貴了 材料費又貴了 燈油火納也貴了 我車房要整車 連燈電費也貴了 所以為什麼可以不加保費呢 因為賠償金額都會高 這個不用多說 是第一個大的理由 第二個理由 他們說 原來多了偷車的案件 就是 因為這樣 令到他們賠多了這些 因為被人偷車 要做的賠償 所以 他們就說 我也不想加那麼多 但是現在偷車槍決 政府又做不到事情 又治安又差 關我什麼事 那波射出去 就是細到不靜 不安全 所以 就有需要這樣做 第三點 也類似 都是阿公的事 不關我事 原來很多公路 無論是高速公路 或者是普通的鄉郊路 路的狀況實在太差了 所以 出現了很多意外 車子弄壞了 因為 你這樣躺著躺著 有時候 很容易 高速走的時候 遇到路面有些洞洞 忽然車子偷了在哪 很容易炒車 另外 會有人命的損傷 這些全部都是要保險公司去賠 因為賠款 但是多了 所以 很自然就是我們要加保費 因為我們受不了 我們的商業模式 運作不了 即是又是壓公事 不關我事 是政府做了 所以路 真的差 雖然我也很同意 那些路真的差 但是是否可以拿到政府 大家可以想一想 最後 還有一點 我都聽過 原來現在的車子 越來越先進 但是也越來越難做 所以 維修費很高 例如近年很流行的SUV 它們裡面的零件是比較貴的 比平時普通的房車 那些是貴一折的 但是 其實它的性能 效能 是否一定好些 不一定的 甚至成本是否高些 也不一定 但是 它們賣價是貴了 而你可以做 也是貴一些的 有些調查說過 原來 那些SUV 可能賣貴 假設三成 但是可能它只是比普通的車 其實成本是多了一成 其實 汽車公司是賺多了 但是維修也是一樣的 它們維修費是高過其他汽車很多 這個又有一個例子 另外就是電動車 又是說 維修費都不便宜 這個原因就是 如果要做的時候 把保險公司把保險公司的保險公司 就算有佔底費也好 但是額外那一部分 保險公司越賠越多 近年它們有這個趨勢 所以 沒辦法了 我也不想的 我也不想做這麼討厭的事 但我迫著要加補費 這又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它們說是無辜的 另一邊商 消費者權益的機構 又會說 不是 你這班車行 應該說 汽車保險公司 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數數一些理由 第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原來 這些保險公司自己 內部 運作 以及 供應方法 如何定價你的保費 那樣東西 其實是做得不夠好 包括你們去 測試危險 風險 這個方法的問題 因為通常 聽聞這些公司 都會有一些所謂的精算師 他們會計算 風險 然後看看應該收到多少的保費 但是就是 他們這些方法 他們這些方法 是做得不夠好 於是 就是令到他們沒有方法 有效地降低成本 或者降低風險 這是他們自己運作欠佳 經營不善 所以出事 這是第一個理由 不過這是很高深 業界有些人這樣說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或者有些 認識這個行業機構的人士 有些專家向傳媒 都這樣分析過 是不是真的會差很遠呢 講轉不知道 如果有朋友是做這一行的 可以分享一下 第二 其實是有一種 Follow the leader 的情況 即是說 跟隊 只要有一間公司加價 其他沒有理由不跟隊 大家一起一起加價 市場上 你找不到一間便宜 所以 就因為他們有一種行為模式 這種營商模式 令到 只有加無減 和好像鬥加價 我就會懷疑 其實是否Follow the leader 還是一種壟斷 或是一種缺乏以價能力 令到大家默契 一起一起加價 那些車保公司 所以令到市面上一片 只有加無減的情況 但無論是哪種理由 也好 純粹是一種Follow the leader 的行為 又或者是一種默契 大家集體地加價的行為 不知道會不會有寡頭壟斷的情況 怎樣也好 對消費者來說 都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們未必真的 在業務上計算 所以有需要加價才會被 純粹就是 大盆東西 每個人都加我 不加就很愚蠢 所以就加一份 如果在這種情況 當然對消費者來說 是不公平的 另外有些指控 就是 其實你們這些傢伙 你們這些傢伙 你們這些傢伙 不是說到 那麼虧錢的 首先 他們說 這些傢伙 就是確實 如果你這樣計算 保費收回來和賠款 是虧錢的 以2023年為例 平均來說 每一磅收回來的保費 其實他們要賠一磅13p的賠款 即是說 保險claim claim的總額 是當他們收回來的 車保保費的總額 1對1.13 聽起來就是 虧錢 但你說得對 虧錢的生意 誰會做呢 殺頭的生意 虧錢的生意 是沒有人做的 保險公司 沒有可能 這個情況下 都會繼續經營 他說不如我不做 我下集 不做這些單 為什麼肯做呢 正正就是 保險公司 只是唱他們 虧錢的一面 拿出來說 但就不說他們 賺錢的一面 原來 根據一些行業的數據 據評估 據估計 原來 其實他們 錢收回來的保費 不是這樣放在現金 好像現金出量 就放在家裡 就把錢拿出去 不是這樣的 錢是會錢生錢 他們拿去做投資 那些保險公司 他們會拿去買其他東西 然後可以借錢給別人 譬如通過財務機構 變成借貸收花一些利息 他們可以放數 他們可以投資 可以買樓收租 他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如果計算這些投資收入 其實他們是賺錢的 這個合理 如果不賺錢 誰會去做保險公司 而保險公司大家都知道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的 他們是現金牛 是貸款 他們收很多現金 因為他們收很多保費 就拿錢 拿去做投資 因為 他收回來的 不是所有都要賠 還有賠 還有收錢 都有個時差 你一月買了車保 可能到四月才第一次要捐錢 中間 他已經拿了你的錢 做了投資 炒了幾個轉 但現在指控就是 這班保險公司 吸血鬼 你們只是把面子拿出來說 我賠得多於收費的保費 但不說你們拿錢出去 發達了 不跟別人說 所以這就是一個指控 其實他們不是他們說 那麼虧錢 另外有一種說法 事實上有些賠得多的東西 反而近年 人數是少了 例如身體受傷的賠款 最嚴重的那些 可以這樣說 賠得最多的那些 其實現在的保險公司 近年收到的這些賠償的索償 是少了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的汽車 那些保護功能好了 例如氣袋 又好了 其他又好了 可能車會撞到 但人沒事 這些是 比較多 越來越多的情況 所以如果 人身傷亡的數字 和款額是降低的時候 你是不是好像你所說 是真的虧這麼多錢 這個 不要說謊 你們這些傢伙 究竟你是賺錢虧錢 這就是有些 保護消費者權益機構 提出的指控 就是這幫保險公司 其實又是隱瞞一些事情 他們真相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透明度不夠高 躲起來 靜雞雞吃雞批 賺錢又不出聲 最後一件事 就是底鬧 如果是熟實的話 因為又有一個指控 原來保險公司 早幾年有一個法律改革 就是保險公司 可以針對部分的東西 他們是不需要賠償一些 相關的法律的成本 譬如說 你因為 有些原因 你是要打官司的 在車禍裡面 於是想檢查 部分類型的一些意外 這些法律是不能採取的 長程不多說 因為很複雜 細節 之前有諮詢 成交很久 總之 當日 業界贊成 做這件事 就是說 有代價 因為公眾都不放他們 你可以不賠償一些東西 他們當時 業界就說 因為這些成本很高 如果政府肯立法 改一個法例 就是我們不用賠償這些法律開支 他們會每張保單 是減三十幾磅 平均來說 這就是他們 當時承諾的東西 但據說 原來沒有找數 找數真漢之外 尊重 但原來走數就不是真漢之 竟然 說 有些保險公司 原來是沒有 真的做這個 所以 簡直是 范重曾 原來答應了 可以不算數 說過的東西 可以當作吃生菜 這個 又是另一個指控 就是 這幫保險公司 其實全都是吸血鬼 說說得很淒慘 原來不斷加價 原來實情都不是這樣的 這幫傢伙是謀取暴利 廣豬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我過去這兩三年 買的車保 真的越來越貴 我記得大約是兩年前 我當時買同一輛車 沒有變過 而且越來越舊 但我每年有連檢 有原廠保養 所以我又不覺得 車的狀況差了 令車是應該的車保貴一點 但無論如何 如果兩年前我買的 我印象中好像是五百多磅 一年車保保費 不算很貴 但去年已經是七百多磅 很誇張 一年之間 由五百多升到七百多 一年之間已經升了 可能一半 然後 去到今年 早幾個月 變成差不多一千磅 很離譜 大家可以想想 每年都是比之前那一年加大折 我這個情況更誇張 因為剛才的ABI 保險聯會 或者FCA他們的數字 不知為何 是否我的車靈性衰 還是港豬自己靈性褐仔 加多 這是我的例子 我聽說 有些是加倍 也有 不知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或者聽聞 或者沒有彩法在你身上 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就覺得 是不是真的這麼誇張 是不是真的 道路危機四伏 是不是真的 風險這麼高 尤其是 我作為英國駕車 越來越多經驗的人 我應該越安全才是 為什麼越來越貴呢 所以我覺得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 透明到蠟燭 這個也是 有一些消費者權益組織 那些就是 有Greater Transparency 究竟你們民事的定價機制 可不可以透明一點 公開一點 我們以為市場上有競爭 應該會有進步 還有會令消費者權益保障 但原來 整群都蛇鼠一窩狼背為奸 我先假設他們做壞事 我代入了 就是用這些負面的形容詞 整群都在一起加價 你找不到哪些是減價的 很離譜 所以 如果他們真的肯公開透明 我們看過 原來真的怪錯你了 你真的應該加的 加多一點 快點加 無所謂 大家公平的 只是說公平的 但原來不是 你群人只因為收收賣賣 不知為何加 又隱瞞資訊 所以當然 對消費者說不公平 大家應該是一賣一賣 大家是等價交換 沒有理由 你暗中加價 而且是不合理的 我們都要吃 這就是為何政府做這件事 至少在我們聽到 那麼多負面消息 工黨上任100人之後 原來有件事 都叫為為民請命 都算是做得比較好 這值得給他一點掌聲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你們對於政府的調查也好 或者對於最近兩三年 保費車保加價 加到天價 加福驚人 有什麼看法呢 你們的經驗如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今集就說到這裡為止 多謝你的收看和收聽 記得訂閱和分享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鈴 因為新片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